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次对于母亲的独特感情恐怕和哺乳分不开关系 而在古代有一种职业 专门替代母亲为婴儿哺乳 俗称儒母 而儒母通常是为古代大户人家服务的 溥仪和他的儒母巨招 末代皇帝溥仪出生于北京城王府 他的伯父正是当前在朝的光绪皇帝 父亲习了纯亲王爵位 溥仪出生之后 家里为他找了一位祖母 这位祖母是经过千挑万选才选出来的 总之这位儒母一直为溥仪骑宫哺乳工作 并且在溥仪三岁登基时 随溥仪进宫继续为溥仪哺乳 溥仪如母王莲寿溥仪 对他的这位儒母有着深厚的感情 溥仪一直到九岁才被断乃 宫里的太妃背着溥仪 将这位祖母赶出紫禁城 溥仪哭闹着要把祖母找回来 但最终还是没能找得过四位老太妃 可是溥仪一直对这位祖母念念不忘 直到结婚后都方打听到他的下落 时常又把他接到宫里 并且在溥仪后来逃到东北时 溥仪也时常将祖母接到东北的围满故宫 甚至在溥仪的回忆落晚的前半生中 他还单独做了一张写他的这位儒母 溥仪溥仪的儒母曾多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其中是溥仪第一次见慈禧的时候 溥仪被接到紫禁城之后 慈禧在病榻上召见他 这个抱在手里的小孩 经不起见到陌生人 没多久便大哭起来 喊着我要摸摸祖母 谁都哄不好 最后让这位祖母抱着才不哭 第二次是溥仪登基的时候 刚坐上龙椅溥仪也是大哭起来 甚至还闹了个大笑话 又大喊我要摸摸 对于缺乏母爱的溥仪来说 这位祖母也许在他幼年时就是母亲般的存在 而溥仪的生母 只能一个月才能进宫看溥仪一次 当溥仪渐渐长大之后 想必他能够明白 尽管被哺乳多年 但祖母终究不是他的母亲 但又为何依旧对他如此留恋呢 溥仪幼年原来在溥仪的心目中 只有这位祖母才不把他当作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 这一点对溥仪来说很特别 要知道从小缺少母爱的溥仪童年时性格十分孤僻 同时加上他的皇帝身份 几乎是无恶不作无法无天 没有人敢管他 而这位祖母就是用他最本真的人性叫道溥仪 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可以做 让溥仪能够静下心来思考 不至于在胡作非为 因皇帝身份丧失了基本的人性 溥仪对于末代皇帝溥仪来说 他不缺任何的德物质上的东西 也不缺无数人对他的乐于奉承 他唯独缺的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人 忘记他的所有光环 对他以最纯粹的用心来教导他 聊聊天 可见溥仪是多么的孤独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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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